土豆丝的叠加能达到一种千层酥脆的效果 用它来做一道小饼 特别的美味 香酥可口 一个土豆去皮 用擦丝器擦成细丝 竖着插要插得长一点哦 用清水反复洗净几次 洗得水直通透 少许的盐和五香粉腌十分钟 十分钟以后用手轻轻攥干土豆里面多余的水分 加入面粉 加入贴成丁的午餐肉 均匀搅拌 冷锅冷油 倒入刚拌好的土豆丝仁 轻轻地把它做成一个饼状 开最小火煎至 感觉到下面煎定型了 换一面煎 我们需要轻轻地晃动锅 让它均匀受热 我们隔两分钟翻一次面哦 这样重复四五次 开大火炸二十秒 撒上白芝麻 非常的香秃可口 可以根据各位的口味调一点椒盐上